欢迎来到我的护肤频道 有说大家会不会觉得手好看真的是加分不少 手作为人的第二张脸呢 很多人会给他戴上美美的首饰 还有做很好看的美甲 那说实话手部皮肤非常暗沉又粗糙的话 再好看的美甲再亮的钻石 那也是没有办法加分的 那今年疫情的关系呢 其实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一直在洗手 一直在消毒手的皮肤也是 那今天呢就教大家一套日常护理方法 让你的手变得白白嫩嫩的 看起来就像漫画手一样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这些按摩霜 把按摩霜均匀的涂在手和手臂的位置 如果手肘也需要处理的话呢 可以在手肘这边也上一下 然后首先从手腕这边重重的压迫到手肘这里 这个压迫大概三到四下左右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摩擦这两片肉的地方 用大拇指 你们会感觉到有咯啦咯啦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才是对的 每一边呢大概做八下左右差不多了 好这下我们再按压的方式 在手指关节尾巴的地方 这样子按它 可以的话呢稍微可以再转动一下 然后顺势呢 开始按压凹槽的地方 虎口的地方可以稍微再多按两次 好接下来食指交叉 然后拉伸一下 接着手肘这里用大拇指按压 最后呢手肘的地方从关节到手腕 再用力的按压 好完成 那方法这样完之后呢也会有我自己私心想要推荐大家的好物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在视频里面用的EORA这个牌子的一个护手霜 它是包含了EGF再生因子的 所以呢它是有一定的修复效果的 这个也是我在美国会买的 你们知道我有多喜欢吗 当时我买了五瓶 现在还有三瓶在库 接下来推荐的呢是FANCO家的一个护手霜 它的功效呢是含亮白皮肤 还有一定的抗老化这样子一个功效 我自己觉得它作为一个护手霜有那么一点点厚 我觉得把它作为按摩手的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接下来还有个德国的孩子按摩油叫KNIPE 主要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提升皮肤的透明感 还有去小细纹 它不会让人觉得说油到很难接受 那我自己的用法呢就是在按摩之后 拿这种化妆棉沾湿 把这个油呢稍微的擦掉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的到这边啦 那接下来可能发视频会比较少 或者是要隔一段时间才能发了 因为我马上就要生了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想看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接下来会继续制作的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 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哦 拜拜